不过楚城王谷了一肚气坐在客位里 还未曾坐定 宋商公职不及 搶着开口 半句应酬说话都不说 一点客气都没有 摆起主人身份来说 这次想请两位贵君来商量下 寡人想召开一次诸侯盟会 共同辅助皇室 怕人心不齐 想借重两位出面一起召开 暂定七月份在齐国余地开 两位贵君意下如何呢 齐孝公一尾请楚城王先说 楚城王拱手答礼 咬咬着欠阳 请齐孝公先发表高见 两位贵君推来推去 其实两家都不想出声 那宋商公一个不客气 那两位就不用客气了 寡人早已写好了一张通告 好 请两位签名就可以了 刚元就拿了一张早已写好的通告出来 先递给楚城王看 楚城王一接过来一看 原来上面就写着 这一次诸侯集会 是学齐桓公来一次衣常之会 若好大家不带兵马 不带武器 以礼相会 通告后面 那通告后面 赵丽是召集这次会的发起人签名 哦 那宋商公呢 已经签了个大名 在头头那里 楚城王一看 就更加调气不顺了 哈哈 你问都没问过我 你就抢先签了个头名 哈哈 楚城王就假意笑笑口说 哦 有宋公来到召集 之后就会依时来的了 何必要寡人签名呢 哈哈 宋商公就急了 不是呀 郑国一直都是臣服于楚国的 那许国、陈国、蔡国呢 又是齐国的同盟 这件事 非要楚齐两位贵君 带个头不可 楚城王又说 那啊 那就请齐君先签了 齐孝公呢 见过宋商公 先帝给楚城王看 分明是仲楚兄齐 所以就有些斗气了 他就说 我们齐国就好像是宋国的下属一样的 不紧要的 最重要的是楚国 楚国签了就可以了 楚城王呢 听到齐孝公那样说 笑笑口拿起筆 跟着在宋商公的名后面签了 签了 签完呢 就将筆递给齐孝公 那齐孝公是一代霸主齐桓公的儿子 他说 刚刚接过国君之位 虽然 几兄弟欠军位 就乱了一阵 但是齐国到底是个大国 比宋国强大的多 怎么能忍耐呢 这口气 齐孝公就把他的面说 有楚国就可以了 不必要齐国了 寡人这些无足轻重的 这次宋公这么给面子 叫寡人来参加撒血维盟 已经十分榮幸了 还敢签名字上去吗 齐孝公这么说 其实已经十分露骨了 啊 这个宋商公就硬是不识趣了 他还以为自己帮助齐孝公 以为人家真的这么佩服自己 他大模大样 收到那张告示 就没有叫齐孝公签名 就用宋国楚国两国的名义 来召集国路诸侯会闻 那位楚城王呢 回去楚国 就把宋商公这些狂妄自大 赚错主委赚签名的事 说给令允子民听 指民听完就说 既然宋公这么狂妄 大王为什么要签名一齐来召集 诸侯会闻呢 楚城王嘎嘎声笑 哈哈哈哈哈哈 寡人一直都想打入中原争霸天下 就是找不到个适合的时机 哈哈哈哈 这次宋商公 唱以依常之会 请国路诸侯来会闻 华人正好利用这次难得的好机会 哈哈哈哈 诸位 有什么高见 这次宋商公 楚城王刚刚说完 大夫 诚得神就品尚了 神有一计 可以服颂 你说来听 你说来听 宋商公为人空无城府好大喜功 不如就借他这事搞什么衣裳之会 趁机迷伏一批武士 连宋商公都做了他 哈哈哈哈 挂人想的跟你完全一样 哈哈哈哈 灵魂子民就说 大王 恐怕不太拖 大家约好去惠盟 忽然间化有为敌 用这样的办法去劫持国军 恐怕人家会说我们楚国不讲信用 那何以服诸侯呢 成德臣就说 不要緊 宋商公这些人 做梦都想当霸主 处处摆起高人一等的格局 连曾国国军都被他杀了 诸侯都很讨厌他的 如果我们先逐了他 然后又放他回来 逐他就显示出楚国之威 放他又显出楚国之德 那各路诸侯见到宋商公这么没本事 一定会抛开宋国更加一心归附我们楚国 大王何必拘离于这些所谓信用 而放弃了取得成功的机会呢 灵魂子民听到成德臣这么说 他大为佩服 立刻就想 大王仲是德臣的计谋好 德臣的才能比臣高明得多 就请大王派德臣统出人马去完成这次重任 楚城王立刻派德臣和斗伯两个为大长 挑选五百名精壮武士 也刻略不用刀枪剑击 改用短刀短剑 开始日夜进行训练 准备秋天盟会那时 劫持送商公 哈哈 楚国已经日夜准备暗算送商公了 知道这个老猛董还在发霸主梦 他自从和楚城王见面之后 整个得戏飘飘燕 对他唐大佬公子木儿说 哈哈哈哈 这次寡人一出声 楚城王就立刻答应召集国路诸侯会盟 可见 还是信服寡人的 公子木儿就劝语他 主公 楚城王似人出名奸搞的 主公只是听他把口说 未知他的心是怎么想的嘛 主公这么信他 神就怕会想楚国的当吃大亏呀 哎呀你又是多心了 寡人一向代人忠厚讲究信用 这一点是天下皆知的嘛 谁会这么忍心来欺骗寡人呢 宋商公就不听公子木儿的宗告 他跟着派人在余地 捉起惠盟的高台 又建了几间公馆 十分富丽堂皇 准备接待各国的诸侯 又等着大批粮草 猪牛羊马等等 来接待各国的徐从人缘 使用的制据器皿呢 都是黄金白玉来的 十分精致讲究 还再三祝福大臣 这回寡人要当中原霸主 这个是方法之业 是震惊天下的大事 那样样要讲究看面 要讲礼节 认真做好迎接各国诸侯的工作呀 好了 那边呢 那边呢 看着准备会场动武请君入澳 这边呢 忙忙碌碌张灯结彩演习奏我操练礼节 准备迎接贵宾 到七月初了 宋相公就准备去惠盟了 公子木儿又劝着他 主公 楚国强大又不讲信义的 主公是神做的好 不如这样吧 神带一部份冰车来保护主公 哎呀 你呀你呀真的呀你呀 这次惠盟是寡人提出来的嘛 各路诸侯都看在寡人面子来参加 讲明是衣裳之会 如果带上冰车去 那就实信于天下咯 当年齐援公第一次惠盟都是衣裳之会 那何况寡人 寡人一向以仁义著称于天下 带上冰车去附会 豈不是又选寡人明星 公子木儿还是不放心 那不如主公去附会 神令外带一百部冰车 迷伏在三里之外以防万一 不行不行 你迷伏冰车 那就是寡人不守信用的 一定不能够这样做 好 宋相公呢 想想想想想想 咦咦 都不是很放心啊 怕着唐大佬木儿 到时带上冰车去接应 那么得了 那就有损的人而英明 离开了 他就要木儿跟来自己一起去 木儿就说 好 神也不放心主公一个人去 神就跟从主公在身边上照应 宋相公君神一去到惠盟的住地 楚国 郑国 陈国 蔡国 许国 曹国 六国国军亦依旗到达 这些齐国国军齐孝公 心不愿意来 老国因为从来没有跟楚国打过交道 所以也不愿意来 那宋相公和六国国军见面以后 就请他们分别住在招待贵宾的行馆 宋相公派人去打听各国国军的情况 回来一报 就说各国国军随从都是衣冠楚楚 没有带到军马相随 就是楚国人数很多 不过也没有带兵器 宋相公就对木耳说 是吧 是吧 寡人就没看错嘛 楚国不敢欺负我的 大家住了几日了 太史就占了好寡 找到个好日子 准备撒血维盟 那天五更天 维盟的高台上上下下 点了火把蜡烛光 残残好像日头那样 宋相公呢 想着今天要当霸主 没那来就起起扬阳阳来到会场 那跟着郑国 陈国 赛国 许国 曹国 五国国军 也来到了 唯独了 唯独的楚城王不见人 昂昂然来到会场 按照旧时的规矩 因为在宋国的地方来到惠盟 那宋相公是主人 主人就在左边登上高台 客人就在右边登上高台 那宋相公就带着公子木耳 一军一臣急急就上台 右边一共有六位国军 那谁走投呢 楚国最强大 个个都怕了他的 那当然是他走投了 这个楚城王就扭计 他故意站在后面 那五个诸侯一看 诶诶 楚城王都没上台 谁敢先走 个个都缩在一边等 高台上面 就只有宋相公 军臣两个站在那儿等 等了一轮都没见上台 原来那五个诸侯公公敬敬站在一边 请楚城王先走 楚城王就故意谦让一番 整来整了就拖了一段时间 然后楚城王先带头上台 那还算呢 七国国军集齐在高台之上 要举行沙血维盟 现在问题就大了 因为七国在一起 那就要找个人来做盟主主持仪式 旧时沙血维盟 是用牛血踩口上面来发誓 那有条规矩 哪个主持这个盟会做盟主呢 就是由哪个双手 执着牛头 那两只耳朵 就有些随从 用刀呢 在牛耳朵割一下 然后呢 在这儿拿血来塗在口上面 那谁执牛耳那个呢 就是盟主了 现在有句话 执牛耳朵 就是说一帮人里面 由他做头 由他话事而已 好了 那现在七国诸侯在这儿了 要杀血维盟 谁来执牛耳呢 这件事是头等大事来的 那个宋相公呢 本来就以为坐城王 既然让自己坐主位 又被自己签名 签名在头 以致又在宋国来开会 哎呀 自己声望又最高 又是公爵 那不用问了 当然是自己来执牛耳了 谁知道等来等去 几个国军就没过出声 宋相公呢 又是一帮用双眼来扫着 坐城王就暗示叫他出声 推举自己来执牛耳 哈哈 那个坐城王呢 一尾就头额额望天 当看不见 其他几个诸侯呢 个个躲低头望地下 宋相公就忍不住 夹你上来就自己开声 各位 各位 今天呢 寡人就想学齐缓 公会盟 请各位一起来商议 尊王爱民 拾兵霸箭与天下 同享太平之福 各位高见如何呢 几个诸侯一声都不出 坐城王就笑笑口说 是啊是啊 宋公说得对 不过今日会问 不知道哪一位当民主呢 宋相公就截着说 这么重洗问吗 有利可依的嘛 有功论功 无功论着 哪个着位最高 那由谁来当民主呢 是啊 宋相公以为自己是 公着诸侯中的 着位是最高的嘛 谁知道宋相公刚刚刚讲完而已 坐城王一跌 就跌落个主位 哎呀 那真的对不起了 哎呀 宋卦虽然是公着 寡人早已称王的啦 王比着大 寡人就不客气了 不客气了 个个宋相公 见到这样就激到个面 谷得朱干 哎呀 费那么多心机 今天霸主的位置 想着已经坐定了 哎呀 偏偏被他坐城王 硬硬抢了去 一心自己来坐轿的嘛 现在不是变成台轿 那口气又怎么吞得下啊 就想撲上前来争啊 公子穆儿就出力 摸着宋相公的三袖 就劝他忍着气 宋相公哪里还忍得住的啊 吵得声都变了 指着坐城王来骂了嘛 寡人是周朝风的爵位啊 爵位是上公 连周天子都以奔客之礼相待 你这个王不过是自己封的嘛 居然以假王来压真功 坐城王就不方不忘地说 是吗 是吗 寡人是假王来的 那为什么你一定要请个假王来 这事会问呢 我请你的吗 是上次说定的嘛 站在坐城王身边的坐国大夫 承德臣就大声问 今天的事就问一下在座各位诸侯 来这道会问是为了坐国而来啊 还是为了送国而来啊 那几个诸侯 个个都怕了坐国的嘛 听到这么问 以后同声说 这么坐黄有命 我们怎么敢不来啊 坐城王就啪啪声大笑 哎呀 宋公 还有什么说话说啊 那时候宋相公才知道不对路了 想和他爭呢 又誓孤力仰 之后就个个帮坐国的 想走人嘛 又没有带到兵马追随 怎么走得掉啊 坐在椅上边就好像坐在蚂蚁斗一样 忽然间 跟随所称王的成德神和斗伯两个一脱脱脱了身上一套礼服 原来里面是全身披甲 身带短剑 摇间还插着一支小红旗 梁魂拔不拔出一只小红旗出来一挥 哇 底下那五百个楚国随从 个个脱了一套礼服 原来里面都是穿着盔甲 个个戴着短刀短剑的 五百个精壮武士操练了很久了 一见到红旗就分几路冲上来 一部分就冲上台里捉人 一部分就冲上来抢东西 会场就当堂乱了 宋相公就小声对他身边的公子木儿说 哎呀 当初没听你的说话 搞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你立刻走回去京城坚守国土 不要理寡人了 公子木儿也想到 跟着宋相公也没什么用处的 都是国家安危为重 就趁着现在大乱 就走离了日 口气就扔回去京城 楚城王就将宋相公 押回行馆里面 那时候 来结盟的郑国 赛国 陈国 许国 曹国 这五位诸侯呢 已经吓得云拍都不齐了 欲都不识欲 任由楚城王来摆布了 楚城王呢 就请了五位国军 一起来到行馆 就押过宋相公上来 当众审问 楚城王就指着他骂了 你有六大罪状 第一 趁齐国国军死了 你轻施罚齐 废了大仔 立公子超为君 第二 叫藤国诸侯来到惠盟 藤国诸侯迟到的 你就放架子囚禁多几日 勒索一筆钱财才放任 第三 你用人来待生口 居然杀了国军来制神 第四 你借口曹国招待不周 派公子当围攻曹国三个月 第五 你妄自尊大 不自量力 像你那样捐了学人当霸主 第六 你不守信用 你求寡人来召集诸侯 到时你想自己抢霸主之位 对寡人不但毫不牵扬 捐出厚商人 六大罪状最无可恕 寡人现在痛述大兵十万 前车千城 要搭须宋国国都须扬 跟着楚城王又对那几位国军说 各位贵君请暂时留在这里住几刻 等寡人灭了宋国 快来和各位痛饮十日才散 楚城王就请五位国军留在这里等候 等他灭了楚国 回到来兴攻 各五个诸侯 个个都怕楚国强大 又知道楚城王为人残暴 自己又没有带兵车来 想走就走不掉 只好个个乖乖地留在行馆说等候 原来这个楚城王呢 他不单说为人凶残 他还很有城府的 他不止说想逐了宋相公这么简单 他早已经准备了大军 就派斗伯做大将 等了宋国边境 一知道逐了宋相公 就立刻大军攻入宋国 打算一举灭了宋国 现在楚城王就押着宋相公 浩浩荡荡就撒向宋国 京城衰扬城 还好在公子木儿走掉了 快一步席都回到衰扬城 他就立刻找着司马 公宣故来商量对策 公子木儿就吩咐公宣故 他说 主公被劫持了 楚城王财狼野心 必定带大军来攻打我们 你立刻调习军马准备迎敌 公宣故就说 哎呀 现在主公被囚 人心大乱 获不可一日无军 公子你一定要立刻站在国军之位 然后调兵遣将安定人心 公子木儿就在公宣故耳边小小声说了一轮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说完了 公子木儿就立刻召集大夫来商议大使 那将宋商公被囚 楚国的大军就快要攻到来这件事 说了来 公宣故就提出 国军被囚就不一定能够回来的 我们不如拥戴公子木儿 暂时当国军来主持国家大使 渡过这个危险的关头 那帮大夫呢 个个都知道公子木儿 为人最言得忠厚 又有安邦定国的本事 又一致拥护他 公子木儿呢 一句说话都不推辞 即日就登上国军之位 调兵遣将 等职粮草 将徐阳城前后报房层层固守 那宋国的军民呢 个个都欣赔公子木儿的 现在又见到国难当头 所以举国上下军民一心准备迎敌 好了 刚刚布置妥当 楚国大军就兵临城下 各种东西 一日 台人 二年